歡迎收看今天 《用點心做點心》 自己動手最開心 歡迎收看今天《用點心做點心》 我是主持人瑋瑜 有時候我們做點心 當然你可以去加入一些 不同的口味變化 基底地學好之後 透過這些口味的變化 其實你就可以跟得上流行 這件事情 最近流行什麼樣的口味 我就發揮一點巧思 去把口味融入到我做的甜點當中 這樣在做甜點 或者是在口味上面 隨時都可以符合新潮的變化 所以今天要帶大家去做一個 流行的口味 但是把它融入法式甜點當中 是什麼呢 讓我們一起來歡迎佳穎老師 大家好 佳穎老師最近流行什麼 最近流行後奶茶 對…就是奶味要很重 對 奶味很重 可是這樣子的一個 奶香味十足的後奶茶 是可以自己做的 對 尤其這個融入點心 大家會更愛 因為吃點點本來就是濃郁度很夠 對 所以今天要做的 而且剛剛說到是一個法式甜點 就是馬德蓮 我覺得馬德蓮 就是很受歡迎的是 因為它小小一個一個的 對… 造型很優雅 甚至是你一次做起來要送人 送人 或者是接訂單 我覺得都很適合 對 而且因為它是法式點心 它可以賣比較好的價錢 這是其中的一個重點 但是今天比較特別的是 過去都教你用烤箱來烤 可是今天不用烤箱也可以烤 我們用鬆餅機 因為很多人不管是信用卡 就是會有一些鬆餅機的正品 或是前陣子週年慶有抽到 對 會有很多的鬆餅機膜 它可能只有用一次 因為它不會用 今天教大家怎麼樣使用 而且如果用鬆餅機做的話 就更快速更方便了 因為你不用烤箱 不用特別烤膜 鬆餅機裡面就有了 所以今天一定要學起來 趕快來看一下今天要教大家做的 真正厚奶茶瑪德蓮 所要用到的材料有哪些 真正厚奶茶瑪德蓮蛋糕用到的材料有 細砂糖190公克 海藻糖30公克 低筋麵粉190公克 泡打粉6公克 蛋黃80公克 蛋白115公克 葡萄糖漿20公克 奶水60公克 茶包3包 茶葉粉5公克 發酵奶油190公克 所以看到所有的材料都在前面了 跟上一次做馬德蓮材料 好像不太一樣 譬如說今天糖就用了兩種 對… 是三種 還有一個是糖加 為什麼糖要用三種 因為上次做巧克力口味 巧克力本身就有一些苦味 對 我就不用那麼多的不同的糖 來去降低它的甜度 我今天用海藻糖的目的就是 可以降低它的甜度是一般 細砂糖一半左右 前面是葡萄糖漿 可是葡萄糖漿的用量這麼一點點 一點點 對 口感上就會感覺不到 它可以讓它更濕潤 如果沒有葡萄糖漿也可以用 譬如說蜂蜜或者是麥芽糖漿都可以 也可以去做變化 對 另外今天其中一大主角就是 茶包 對 你可以用你習慣的 可能英國牌子或是台灣的都可以 可是除了今天要把茶味泡出來之外 你可以另外 茶葉粉 把它這個就是茶包剪開嗎 對 剪開來 或者是你就是直接拿茶葉去把它 磨成粉 不要太大的顆粒口感會不好 適合的 如果是要做奶茶的話 應該適合的就是紅茶類的 紅茶類的 我可不可以也去試說其他的 譬如說高山青 或者是鐵觀音 可以 其實是可以的 對 就是把整個手搖引都搬進來 對 都搬進來 對 自己來去 就是看你喜歡的一個奶茶口味 其他的材料 其實大致上不是太複雜 所以就可以開始教大家做了 好 我們要先煮茶了 先煮茶 我今天是用奶水 奶水就是濃縮的牛奶 它的奶香味會比較濃一些 我就可以把它放到鍋子裡面 把它煮開來 如果你真的家裡面沒有奶水的話 你就是用牛奶 但是就是濃度就是會降低一些 我可以譬如說用一些牛奶 用一些鮮奶油這樣子嗎 可以試試看 對 可以試試看 好 我先把它煮開來 然後我就可以把我的茶包 把它放到我們的鍋子裡面 要泡5分鐘 你一定要讓它滾 你不要超過5分鐘 超過5分鐘的話就會有色味 對 這個茶葉的濃度 就看每一個人的喜好 有些人喜歡吃濃一點… 茶香味重一點 你的茶包的量可以增加 或者是你怕說吃多了怕睡不著覺 因為 咖啡因比較重 對 咖啡因比較重 你就用兩包都可以 就是看每一個人的喜好 我先把它煮滾就可以了 這一個我覺得還滿適合 拿來大量生產的 因為它的做法還滿容易 因為很多人怕做點心 就是怕說我要分蛋 我怕我蛋白打失敗 或蛋黃打失敗 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今天的做法是 所有材料全部半年 對 所以變化就是可以在 現在很多的這一些厲害的 茶的品牌 譬如馬黑茶 康寧茶 你就可以去找時候慢慢地試 讓我的食材可以去有 自己做出來的一個獨特性 對 好 滾了 滾了 我就把它直接這樣子把它泡 浸泡5分鐘左右 讓它茶的味道出來 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 我就先把它放在旁邊 我讓它慢慢地泡 5分鐘之後再來使用它 我先燒一鍋水 好 因為等等要讓葡萄糖漿 稍微讓它融化 因為這裡比較冷一點 葡萄糖漿比較容易硬 等一下不好混合均勻 好 所以要讓它是融化的狀態 對 稍微讓它浸泡一下 這樣子就可以了 我就要來打我的麵糊了 其實打麵糊非常地簡單 就是把蛋的部分 蛋黃 蛋白 蛋黃蛋白還是要混在一起 為什麼我要分蛋 最主要是蛋黃跟蛋白的比例 不是整個蛋的一個比例 對 所以它不是全蛋的比例 如果今天蛋黃加上蛋白 跟全蛋 它的蛋黃蛋白比例不一樣 會差一點點… 對 如果你覺得 你覺得吃起來口感 沒有那麼大一個差別的話 你就不一定要調整 我覺得口感有一點點的差別 今天如果以這樣比例下去看的話 是蛋黃比較多一點 我記得好像是蛋白多一點點 對… 好 攪拌均勻了之後 我就可以把我的海藻糖 對 如果你說我真的沒有海藻糖 怎麼辦呢 吃起來口感就會比較甜蜜一些 對 你之後 我就直接把糖降低就好 但是糖是可以讓我們的 產品的顏色色澤會比較漂亮 然後它可以讓我的蛋糕 是具有保濕性的 所以糖是不能夠缺少的 對 好 我的糖全部都攪拌均勻 現在看起來都還是一個 攪拌的一個動作 都還是很容易 好 接著我的葡萄糖漿 差不多已經融化了 我就可以把它挖出來 對 我就可以把它挖出來 拌合均勻 如果你沒有稍微浸泡一下熱水 它直接拌的話 它就是會整塊下面就會沉澱 變成一個糖膏 對… 好 拌合好了之後 我就可以來拌入我的麵粉 低筋麵粉跟泡打粉 記得要過篩一下 好 今天泡打粉非常…地重要 如果沒有加進去的話 我們的馬德蓮蛋糕 就不會有一個膨度 不會有一個蓬鬆的口感 因為有沒有發現 今天完全沒有打發 譬如說奶油或者是沒有打發蛋白 所以一定就要加泡打粉 泡打粉還要注意一個問題 它有沒有在奇效內 對 很多人買了一罐泡打粉 可能用3年5年 就繼續來用 你會說為什麼我的東西做法 都跟電視上一模一樣 為什麼我就是發不起來 你要觀察一下你的泡打粉 還是不是有效的 對 好 這樣子我就可以把它攪拌均勻 好 我先來把它拌合一下 到現在應該是烘焙新手 都還可以製作的一個程度 對 目前不是太困難 對… 好 我就把它攪拌一下 好 拌合一下 今天可以做不少的分量 對 對 它這樣子的分量 可以做不少量 好 拌到看不到粉狀就可以了 好 接著很重要的 我剛剛已經泡好的茶包 我就可以把它擠乾淨 你一定要把它擠乾淨 那個茶汁放進來 好 這樣就可以把它放下來 來攪拌一下 這樣子攪拌一下 它真的就是奶茶色 奶茶色 這樣子就可以把它拌合 你有沒有發現 麵糊已經有開始起泡泡掉 是我們的泡打粉有起作用 很多人就是看泡打粉 可能它有效日期已經模糊了 你要怎麼樣知道說 我這個泡打粉還有沒有效果 你可以拿一碗水 溫開水就可以了 加一匙的泡打粉 它如果有起泡泡 可是它還是在 還是有活性的 對 好 這樣子拌合均勻之後 我就可以把茶葉粉 把它放下來拌勻 這個就是增加它的茶味 茶味 對 好 我先把它拌進來 有沒有發現我還有一樣東西 沒有加 對 奶油沒有加 對 奶油我現在不加 因為我這個麵糊 我剛剛是不是已經 一直在攪拌… 我的麵糊會比較出筋 口感會比較不好 我要先讓它鬆弛一個晚上 我要讓它睡一晚 對 所以要放一個晚上 對 放冰箱 我如果直接這樣放冰箱 會有異味 我要把它蓋起來 通常很多人在蓋 麵糊的時候 通常都是這樣子蓋 上面就會有水蒸氣 記得如果要讓它要貼面 這個叫貼面 老鮮膜切到麵糊 對 這樣子才可以 這樣子 好 像這樣子的感覺 貼面 貼面 就可以把它放在冰箱 起碼要冰8個小時以上 你就可以今天晚上做 隔天再來烤它 好 這邊有準備一些 靜置了8個小時以上的麵糊 對 顏色稍微有一點變化 茶色更重 對 茶葉稍微讓它已經有 色澤已經出來了 這個已經鬆弛好了 我就可以把我裡面的奶油融化 融化溫度不要太高 融化溫度差不多在40度左右就好了 記得我們的麵糊拿出來退冰 要記得要回溫 我起碼要放在室溫下 差不多3到4個小時讓它回溫到 差不多18度 因為在冰箱的溫度 差不多5到7度左右 回溫3到4個小時 它差不多可以到17 18度 這樣子 對 這樣子兩個結合起來 做出來口感會比較好一些 對 我現在要把我的奶油 讓它融化一下 好 有沒有覺得 發式甜點的糖量多 然後油量也多 對 吃起來就會很濃郁 對 對 然後也會有保濕性 好 已經融化了 吃完裡面不要有奶油的那個 一塊一塊的 等一下會拌和不均勻 我就可以把它放進來 油量是不是很多的 對 很多 對 滿適合冬天來吃的一道點心 好 好 我就可以把它拌和均勻 所以拌勻之後 基本上我們的麵糊就完成了 對 麵糊就完成了 好 等一下我就可以把它 放進來我們的 對 給大家看一下 你其實就準備一個 像這樣子的烤盤 這是我們今天用鬆餅機 但如果在家裡 沒有這樣的鬆餅機 它要用烤的的話 對 我們可以去買那個 也是馬德連模 因為我們想要有一個貝殼狀 我們就是要準備一個 馬德連模 對 要用烤箱預熱 烤箱的溫度是180 160左右 對 然後差不多烤10到15分鐘 好 還是要看模子的大小做決定 好 這是用烤箱的一個做法 待會兒我們要用鬆餅機 也已經先預熱了 第二段回來我們再教大家 怎麼樣來去用鬆餅機 烤我們今天的馬德連了 休息一下 小夥持續回到用點心做點心 這一段我們要來烤我們的馬德連了 已經預熱好我們的鬆餅機 對 你可以準備一個像這樣的花袋 對 裡面我有放一個瓶口花嘴 我就可以把它倒進來 然後你比較適合用涼杯 用涼杯直接有嘴的 對 也可以 好 我要來擠出來了 好 OK 可以打開來 好 我就要把它擠進來 要擠到很滿嗎 差不多就是跟模子平 對 因為第一爐溫度還沒有掌控到 你第二爐顏色就會比較平均一些 對 就像外面賣的雞蛋糕 第一爐顏色會比較不會那麼明顯 就是自己吃 老闆自己吃的 好 這樣就可以蓋起來 蓋起來 對 蓋起來 讓它烤一下3到5分鐘 這樣子就可以了 可是像這一類的鬆餅機 因為我不知道說 它到底什麼樣的程度好 中間是可以打開來 可以打開來看的 好看的 你可以找一個竹籤或者是叉子 你叉它沾一點就可以 跟在烤蛋糕是一樣的 好香 我聞到茶味 茶味 對 好 還有那個 奶油的香味也出來了 對… 其實這個速度還滿快的 你也可以用烤箱烤 烤箱的量就會比較多 看你自己的需求這樣子 而且烤箱的馬德蓮膜 通常會比較大一點 對 比較大一點 對 這個比較適合自己 在家裡面自己玩 或者是媽媽原油會 就是有那種常常有原油會 媽媽很忙 到底要準備什麼 它可以擺一個攤就是賣這個 很賣就便宜一點 現場直接 而且一直都有剛出入的感覺 對… 在烤到一半的時候 其實可以偷看它一下下 你不用擔心 我們可以偷看 就慢慢的有上鹽燒了 對 還不夠 就繼續再讓它烤一下 你就可以中間可以偷看它 而且它烹得好快 很快 對 這一道可以吃熱的或是吃冷的 我比較建議是吃冷的 隔一天讓它回油了之後再吃 都還滿方便的 好 好香 很香 但是這個味道也可以讓你判別說 如果有焦味出來 趕快切開來 對 因為第一爐的時候 你有時候比較難拿捏它的 預熱的一個程度 第一爐沒關係 就可以看它的顏色 等一下下一鍋下去的話 顏色就比較平均一點 再偷看它一下 好 不錯 你看還沒有好 中間還沒有好 你就繼續再讓它烤一下下 對 就把它蓋起來 我需要說把它譬如說翻面嗎 它不用翻… 它的兩邊都是有溫度的 有加熱的 你可以看你的鬆餅模子 譬如說有甜甜圈的 有其他造型其實也都可以用 不一定說一定要特地買一個 這個是瑪德蓮膜 所以如果我是要做成一片的鬆餅 也可以…也是OK的 它是比較紮實一點的 它不會像是外面吃的鬆餅 比較那麼鬆軟的 它是比較紮實一點的 也是不一樣的風味 我就等它出爐 你現在鬆餅機的膜很多 很多 像老師剛剛說甜甜圈的 我之前還有看過動物造型的 有… 對 甚至有的鬆餅機多用的 它還會有章魚燒的那個 章魚燒也有… 還有帕尼泥膜都有 很有趣 好 再偷看它一下 它還是一點點的黏 可是已經快要好了 這種的好處就是 完全不會沾黏 就可以這樣偷看它 顏色很漂亮 我再繼續再讓它悶一下下 這樣子就可以了 這種膜子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我都會噴一次油 洗乾淨之後噴一次油 它是不沾黏的還滿方便的 而且它烤的過程當中的油 滲出來的也滿多 滿多的 如果你要確保它到底好了沒 你可以犧牲一顆 你就把它剝開來看看 如果真的就是完全好的話 它就是完是會沒有 裡面是完全 這個還一點點… 再悶它一下下就好 再悶它一下下 你看一下底部顏色很漂亮 對 只是裡面還有一點點濕 一點點濕而已 可以再噴個1分鐘左右 如果你在家裡面想要更精準 你就可以拿一個計時器 譬如說這一爐計可能3分鐘 還不夠差一點點 你就可以下次再加個1分鐘 你就可以用個計時器 它畢竟跟烤箱還是有點差別 不可能像烤箱那麼地準確 拿起來 讓它取出來也很方便 這樣子就可以了 輕輕地這樣挖起來 就把它挑起來 好可愛 我覺得用鬆餅機做 更有烘焙的樂趣 對 輕輕地這樣拿起來 而且很軟 旁邊如果這個不夠漂亮 你就可以稍微修它一下 拿起來 你就可以繼續再下一爐了 好 這是第一爐 第一爐先示範給大家看 持續地把它多烤一點起來 對 待會兒回來的時候 就要來看看真正的 厚奶茶麻德蓮的成品是如何 休息一下 稍微持續回到用點心做點心 好 剛剛每一個都把它 這個是剛烤好的 熱熱的好吃 對 熱熱的 你會覺得它旁邊比較酥酥脆脆的 但是老師就說 你可以把它放個一天 對 我覺得手摸的質感也有差 放一天之後 你就覺得它的濕潤度比較明顯 對 好 待會兒也要實際地去感受一下 它之間的差異 不過在這之前 今天教大家做的 真正厚奶茶麻德蓮 用到哪一些材料 還有做法提醒呢 先來做個總複習 真正厚奶茶麻德蓮用到的材料有 細砂糖190克 海藻糖30克 低筋麵粉190克 泡打粉6克 蛋黃80克 蛋白115克 胡桃糖漿20克 奶水60克 茶包3包 茶葉粉5克 以及發酵奶油190克 做法部分 先將奶水煮滾之後 放入茶包浸泡5分鐘 冷卻之後盛奶茶備用 接著將細砂糖 海藻糖 蛋黃 蛋白混合拌勻 再加入融化後的葡萄糖漿拌勻 再拌入過篩的低筋麵粉 泡打粉拌勻之後 最後加入煮好的奶茶拌勻 做好的薑液冷藏一天之後 再加入融化的奶油拌勻 將鬆餅機預熱 把麵糊放進去烘烤3到5分鐘 即完成 好 我就要來吃吃看了 我先吃這個剛烤好 熱熱的 外面酥酥的 剛烤好的外面是有一層脆皮 的感覺 它酥酥的之外 中間是像蛋糕的口感 所以中間膨膨的 我覺得它的奶茶香非常地香 而且熱的吃的時候 奶油的香氣也很直接 對 慢慢你在口中稍微抿一下 因為有把茶葉拌在裡頭 所以茶香是會有一個 慢慢沖出來的味道 好 這個是剛烤好的 我再來吃吃看這個 佳穎老師帶來 放過一個晚上的 好 我覺得放過之後 它的回油之後 上面你就吃不出剛烤好的 脆的感覺 可是它整個的口感是 比較像是一般在吃 外面賣的一樣 瑪德蓮 對 它是上面也是柔軟的 裡面也是柔軟的 但我覺得放涼之後 奶油味就比較溫潤一點 對 所以兩種不同的口感 我覺得你都可以試試看 然後去找出 你最喜歡的一個方式 最喜歡的一個口味 甚至去變化不同的茶葉 對 這就是做烘焙最有樂趣的地方 先謝謝佳穎老師 謝謝 也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下禮拜見了 Bye Bye 下禮拜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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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